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分九 没中 有点出情不意啊 兰托夫不知道该怎么防 这什么情况 弗雷代特也打快 这次险些打成二加一 子安亭回来 外线的投射的手感 弗雷代特强杀这没问题了 把弗雷代特截球抛一个 不错 防守太差了 没打好而已 弗雷代特接球三分球 好球 弹了一下框 但还是趴进了篮框 能力超强 而且也能组织串联 所以本赛季的 水控在选外援的方面 其实是比较成功的 那根本不吃亏 甚至占 连续四季三分 这是一个骑兵的作用 斯科拉放的有点大 外线三分球出手命中 好球 北空下半场 对打得很快 而且外线都有不错的机会 这个球不投都不合适 弗雷代特 弗雷代特再起两分打中 反反没给事 弗雷代特一直 连续十七分 六四助攻 看弗雷代特扑进去 抛一个 还是这个节奏 弗雷代特 这次没有出手 再给这种球 斯科拉还是有把握的 说真的得续上 你得跟弗雷代特对标起来 看弗雷代特来了 这才是 进攻时间不多 被限制的还是比较严 弗雷代特又来了 抛一个 第二几续 这个球收手了 文杰的三分球 弗雷代特突进去 再起 好球 已经是通过那个球 把刺青心提上来了 好球 弗雷代特 内线 第二几续 进攻杀起在 随便防 三分球 我命中 让你随便防 12分 弗雷代特18分 这个数据是错的 再上2分 怎么可能18分呢 弗雷代特已经拿整尾跑 上翻 防得很凶 鱼竟 这就犯规了 他当没到罚球 应该说不太理智了 这个数据 可能给的是下半场得分 比尔杰尔吉克逊 弗雷代特 弗雷代特 先下手为强 两手 现在许梦军防弗雷代特 确实比较难防 许梦军本身是一个移动速度 不是特别快的 而且他的身体不够硬 弗雷代特 再变下 彻一步 三分球 再一个 破 差三分 弗雷代特连拿8分 第四节 前面说 还听着我挺 挺劲爆的 在场下喊 我去 我去 我去防 看静默哥这个节奏 变下张帆 再转移 比较空辣 刘伟的中距离民众 好球 张兆旭 上来 雷代特 没有挂这个点 直接起 造成犯规 中 所以说你要补防协防的话 一定要提前 提前包夹 他一旦起来的话 你这种球很容易造成犯规 阵容太年龄大 太大了 防比尔杰逊 基本上是没人能对上 卢伟防比尔杰逊 一看就不靠谱 弗雷代特还是强杀 弗雷代特防 否则刘伟防 感觉也不逞上 相对来说外线有进攻点 可能李秋平想要让一边 我堵你一边 没说我要单兵限制你 根本想都没想 超远三分 弗雷代特三分球命中 根本想都没想 超远三分 弗雷代特三分球命中 弗雷代特又来一个好球 这真是寂寞大神了 依然是四分球的差距 弗雷代特在挡吗 还是挡一下 这次突进去 王征犯规 以内全是射程 全是攻击范围 雷代特下半场已经完全爆表了 第四节 今天应该是全都会砍下50加 看弗雷代特迅速想还一个 这个球造成了犯规 太精彩了 单外援上场的情况下 两个人展开了凶猛的对标 照这个趋势下去 两个人单节 这一节 单节21分 那么这单节得分记录 看弗雷代特是 这个球 罗汉琛断得非常的漂亮 也很关键 弗雷代特再起 这球没中 但是自己抢到前者完板 溜出来 篮下都是人 刘伟的中距离命中 迅速还一球 拉回来 要直接拔 这个球 有球几号扬 经验不足 弗雷代特没想到 他这被控制赛季 这本土球员啊 都在一个个开发 弗雷代特已经60加了 61分6 助攻4强段 两个人全部拿下50加 而且很有可能 两个人都拿下60加 吹了阻挡犯规 两人 两大进攻杀器 全部倒地 一人倒一边 这俩人太像了 这个球风特点 这球 情理之中 确实在这个行进的路线上 下降俩档次 枪起 太难了 这次进攻 没有给到皮尔吉克逊 进攻大神 一突二 三个人围堵 再起 漂亮 我的天 危险 弗雷代特可能已经 奔30分了 这个球再打住 弗 弗雷代特 60分 双60 平安情绪60分 弗雷代特 68分 再起 好球 王同上 这个球只要能打住 看一下弗雷代特 硬起造成犯规 二加一 打成71分 弗雷代特 今天 这第四节 单节35分了 打破 CBA单节的分纪录 三分球 真感同 没中 弗雷代特 篮板球 转换进攻 速度很快 一条龙 直接起 这个球没吹犯规 还是上海队的球 弗雷代特 拿球 再次往里杀 抛头 没问题 他这个球没中 自己抢 再起 好球 73分 凭了自己 这球没中 弗雷代特 控制节奏 叫不叫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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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暂停 直接打 绝杀 还是加10 弗雷代特 全看这球 突进去了 再起 打中 弗雷代特 我的天 打破个人 生涯得分纪录 75分 弗雷代特 一地三 这个球在篮下 北控队内线不太敢防 而且王正下场之后 内线缺乏绝对的高度 这个球没有罩住 弗雷代特找到了出手的机会 拿下了自己本场比赛 自己